甘肃惠宁人王东良在家乡自建红色文化展览馆的事儿 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今年56岁的王东良是惠宁县郭城驿镇红宝子村人 现在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他陆续花了100多万元修建了红宝子多元文化园 文化园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 展厅和活动室600平方米 其中红色文化展览馆陈列并展出300余件红色文物 既有红军用过的马刀 军号和手雷等 也有从各家征集来的红军用品 王家曾是当地富户 为抵御盗匪修建了图宝 王东良的高祖父王汉是当地民团团总 1936年9月 红军在红宝子集结 备战宁夏战役 王家得知来的是红军 立刻打开了宝门欢迎 2万多名红军在红宝子村修整了50多天 王汉还为红军支援了粮食 大洋和枪支弹药等 不光是王家 红宝子的很多村民都为红军提供过帮助 几乎家家都有红色故事 户户保留着红军用品 红色情缘 红色文化是我们这个祖先的 一直就是支援红军 和红军结下的神情会议 作为我们这个后代来说 我们就应该继续 红色情未了 我们应该继续做这个事 把这个红军的长春精神 发扬广大 继续传下去 继续